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我的 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政行 台南鄉政行的節目是由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好沒錯 是要讓鄉親朋友對到台南市政府 國教家的業務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向鄉親朋友 報告台南市政府最新的主席和外黨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提升六甲酒業的政策 那麼我們政府一開始先來看一張兄弟 聽看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台南的好生活 台南甲桃樓的就業博覽會 擴大爭財活動 這是我們行之有年的活動 但是因為碰到疫情 所以今年的舉辦就比較慢 那我們也知道說五六月間 這個剛好碰到畢業潮 但是我們現在趕快在秋天的時候辦 第二場大型的活動 也希望說大家趕快能夠來 今天的這個提供的就業機會 廠商九十三家五千多四百多個工作的機會 那尤其大家矚目的像三井Outlet即將開幕 像Garmin穿戴裝置大廠 也即將在十月份投產 那很快就已經 這個很多人熱烈嚮往的 因為他們的福利都不錯 像Garmin需要一千個就業機會 才公開爭財超過十天而已 就已經來七百個人 所以大家要找工作要快 而且很多優質的企業 今天都有提供就業機 不管是台積電 不管探索馬里都是 所以呢我們希望說大家一起來 台南優質的企業很多 台南這個勞工的就業條件 跟環境也都很好 那台南勞工權益的維護 勞工局也都會非常努力來幫大家忙 因此呢我希望說台南好生活 台南賈桃樓真的一定要來 那今天現場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進來 包括做一些防疫 包括填寫履歷表 我們都有協助這個履歷表體檢 也協助這個面試的這個教學 所以說這些相對的一定會提高就業媒合率 也希望各位要找人才的要找工作的 大家一起來台南賈桃樓 那麼我們知道 這兩年因為新冠疫情的應用 我們衝擊到我們的經濟 也也影響到我們的散業 年代就是我們失業進行的越嚴重 但是我們鄉親朋友你怎麼知道 我們台南市政府 民營這種的這個打擊的這個檔案 我們其實沒有因為這樣 讓我們的這個失業的這個市場 來提升 等到在六都 我們台灣六都的這個檔案 它是失業率最多的 已經有連續三年 在1808年 1809年到180年的這個中間 都是殘年我們六都裡面 失業人口最低的一個收益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們就要特別來跟我們的這個 勞工協定 因為他們的打拚 我們比較有這個努力的這個勝負 那麼這也來實現到 我們台南市政府 市長黃偉者 他在競選的這個中間裡面 所拿出來 要讓我們的民眾過得更好 活得更好 那麼我們來實現到我們市長 他的這個理念 那麼這一開始 我們先來邀請到我們 這個大工程 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劉工局局長 王興基王局長 吉總你好 各位 合併夫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政府劉工局局長 王興基 今天大家來做回來揮揚 黃偉者市長就任之後 創造就位機會 當然我們勞工局 盼演媒合的角度的部分 我們亮麗的成績 一起來跟大家做分享 是 那麼秀先生 我們要把局長拍拍手 是 鼓勵一下 因為 要有這個性質是很不簡單的 感謝我們局長 剛才我們劉工協定 這麼多的完工 大家這個團隊 共同打拚 我們才有今天這麼好的這個性質 那麼是不是先請 我們局長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現主席 我們台南市政局 我們的就業的環境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台南市目前 轄績裡面的勞動人口 大概有97萬9千人的部分 那我們的就業人口大概有94萬1千 那當然這樣差距下來 大概有3萬8千人是失業的部分 那當然市長就任之後 就有希望家園為施政宴警 希望家園的希望 大家在我們社區裡面 如符合就業人口的人 都會有頭額好吃 所以家庭裡面才能 和樂無樂樂融洞的部分 那這部分 所以在市政府團隊 大家招商來投資的部分 所以目前市長就任之後 共招商了940家的投資 共投資了1,132億 那當然創造了1,907億的這樣的產值 那這幾年增加了 3萬3千多的這樣的就業機會 那當然我們現在可以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南科是一個半導體的一個重鎮 所以南科的廠商也是創造了 我們台灣市裡面就業機會的大基地 另外一個部分 可能大家所看到的 我們沙倫的科學層的部分 也帶進了很多廠商 尤其現在大家看到的 三景百貨也開幕的 那我們大會展中心也即將啟動了 所以台南市一個雙引擎 南科跟砂輪 可以說帶動我們台南轄區裡面 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最重要就業機會 也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積極在為這樣的 所有轄區裡面的廠家 切工的部分找人才 為我們人才找到好工作 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 市長一直強調的 做得更好 過得更好的部分 市長一句 做得更好 過得更好 我們市政府所有的官員 大家都很認真 那麼要維持這種的行政 不簡單 連續三年 都是我們六都裡面 四月人口最多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知道我們 局長這裡還有我們所有的團隊 大家都很認真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當中我們所做的努力 好不好 好 在這裡 當然 我們這個目前市長就任了 四季末三年 麥克風第四年 所以大家一直跟他強調 我們這三年的 事業率都是六都最低的 這是很不容易維持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讓台南的好朋友 都能夠有工作做 有所收入 而這樣的一個家庭經濟收入好的 才能改變生活環境的部分 那這幾年努力下來 事實上 這個部分是市府團隊裡面共同努力的 包括招商來投資 創造就業機會 都是我們一起努力下來的 當然我這邊也代表 市長 所有的勞工夥伴感恩 所有來投資好企業 來台南投資 那才能夠有這麼優質的 這樣的創造就業機會 提供優質的勞動環境 還有優質的勞動條件 來給勞工夥伴投入這樣一個職場 這樣一個攀岩之場達人 共同為我們台南這個社區 作為來打招 是 那麼是不是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分享一下 我們有什麼種的政策 還是說什麼種的業務 要來改革到我們 我們一些民眾 劉工的營業的問題 我們當然 因為我們要創造我們的 公務的就業機會 當然你說創造了就業機會之後 我們就跟朋友要找老奴 那邊去找 我們去那邊找人就要找 所以我們就設立了就業服務台 來提供專人的就業服務 所以我們轄器裡面 我們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服務台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辦了很多這樣的一個 每一年固定會辦理市場的大型的就業博覽會 還有兩場中型的就業博覽會 還有大約每一年都有四百多場的單一廠商的小型就業博覽會 給大家找老奴 很方便 甚至我辦理就業博覽會 就大家說 我向來 我可以隔一間 這樣的一個就業機會 還有企業 讓我來讓他算 不用說單一 為了要找老奴 等一間 找一間 找不到老奴 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都希望有機會 還有這個興趣想要來 近日市政府來服務的部分 所以我們臨時的騙制人員 也在我們勒工局來做 做整合的部分 我們辦理統一招考 希望大家有要 市政府跟要讓我們所有的市民 大家做的打招 這個 好朋友 都可以統一招考 透過統一招考 你也不必特別找關係 只要你能力過 只能過 那透過這樣統一招考的機制 你一定會能夠進到市政府來 做一個 為市民服務的這樣一個機會 另外這部分 剛才跟大家說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客製化的 我們也有很多客製化的 對特定對象 做九位的部分 中高齡 還有這樣的 深藏夥伴的部分 我們都會 客製化來幫他找頭路 也把企業來幫他找人材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規定 我們這個 私人機構裡面 禁用人事多少人都要禁用 深藏夥伴 所以我也成立 深藏的人力銀行 我也特別為了 深藏的反 就位博婉會 也單一對一的 美合的部分 這是一個客製化 對特定對象的就業機會 這樣的一個服務的部分 人家說英才施教 告佑說英才施教了 但是我們在這個就業市場 我們也是看 你適合什麼種的工作 什麼種的特質 比較不會讓你在找工作的當中 不知道自己的特質 找不到頭路 所以我們在這個當中 也比較容易 自己去找到 自己適合的工作 那麼我要再請教我們局長 就是說 因為一般每一種工作 都有因為他的性別 所以他的年齡 會有不同的工作狀況 那麼涉及到一些青壯年的威 那麼我們取政府 再怎麼來提供一些幫助 你講這部分 我跟大家很分享 我們大家有時候 特色 還有在職場上 有時候你向頭路去 這不是我的幸福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有來就業媒合的部分 我們有提供一個職業性 職業性診斷 就是我們的CPAS 以來我們會讓你 提供一個測驗 他馬上就跟你分析 你的人格特質 你如果要找頭路 你要向對一步行去 這樣比較不會說 這位做做的賣還換頭路 所以我們長年來做 最惠博安會 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人家說一年換二十四的老闆 這時候不是 他沒有骨頭做 他很骨頭做 但是那賣賣那賣賣 這樣沒有成就感 做CPAS的服務 這個都免費的 你讓經過他這樣的一個 互動下來 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診斷師 這個老師會跟你診斷說 你一定要去 走向對一條路 找什麼性質討論 這樣去 直接就掉了 這樣大家也可以很好 另外一部分 我們平方時 有辦理職業探索 體驗活動的部分 我們去學校 大專院校 我也先去跟他感慨 說你的過程 還有我們有辦理 我們暑期的 這樣的青年進入 三天兩夜的職業探索的部分 那些會把他 趕快把他做CPAS的診斷 立立表怎麼寫錯 老師怎麼指導你 還有業者的講師說 你要公司 要怎麼做 來面試要怎麼做 你面試一定要展現 你非嫌我不可 這樣的企圖心 我到不然面試是看著你 人材讚 不贏不菜 我絕對要求你 所以我們就 這樣把他培訓 這樣的培訓過來 交戰計畫 對 三當兩枚都免錢 這個都抱得很熱 熱鬧的部分 你也覺得說 他要比到進場 就能夠充滿信心 我出來絕對 第一間我就要得到 所以我們這樣的過程 也受到很多 我們的青年夥伴的肯定 這真的是 很好的一個伙部 另外一部分 我們會辦理 我們所持 我們的公部門的 專案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宿舊 都有八十到一百名 十一公讀生 能夠進到我們公部門 我們這個 這個不是經歷來 代替勞務的計畫 我們就是 來就是一個教委 我們的公部門 提出他的計畫 經過我們篩選 我們不是來補勞務的不足 是要來 希望年輕人的創意 這兩個月來 來到市政府 能夠留下他的軌跡 留下他的成果 把這個東西 變成我們市政政策的 我們成果發表會是用比賽的 有激烈的獎金 我們每一次市長來參與 他都會嚇一跳 這些年輕人怎麼這麼棒 甚至我們成果發表會裡面 最後開望家長來參與 因為家長來報名 有的是同學不愛讓家長來看 他說媽媽不來看 看我不會說 有的媽媽是不來看 排斥家長 誰算不給家長來看了 家長偷偷來 結果來看了 看了說我兒子怎麼這麼厲害 甚至有些家長剛好他來 欣賞我們這樣的成果發表的過程 他的兒子 他的女兒那一年是得到第一名 他說我女兒真的贏 我們女兒比下去絕對有透露 所以我們這樣的辦下來 真的我們這樣服務下來 真的對青年就業服務 也產生了這樣的 複加價值的部分 我也跟你分享 大家共同分享一則 有一年我剛好到 我們新莊 我們勞動力發展署開會 那回來當然就 坐計程車來到辦公室 要坐高速鐵路 到台南 我要刷卡要進閘門的時候 有一個在那邊服務的夥伴給我說 局長你怎麼認識我 你說我就是某一年 到你勞工期去死級公讀的夥伴 我說你學老人怎麼覺得 對 我就因為有到勞工期去 參加死級公讀生的部分 所以我才有這種職能的提升 今天我們可以建高鐵來服務 他很肯定 譬如說你總要把方偉者 施展感謝有這個機會 今天我們可以建高鐵來做服務的部分 那麼這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 但是有時候 因為他在求職的當中 不是對自己不會行銷 就只是說在一些特質上 他不會去表現自己的時候 我那個門檻沒有辦法跨過去 也是很可惜 這不是好像勞工廃本身的可惜 對到資方他也是很可笑 就是人才就這樣子 不在他身邊 不在他的工廠裡面 也就是說他的公司裡面 對兩方面都有損失 那麼經過我們勞工廠的這個媒合 聯合又教這些求職的人 怎麼去展現自己 給他做一個好的媒合 那麼讓他們在這個當中 還會去浪費時間 而且還可以好好地表現自己 那麼在剛才我們說的 這是青壯年輕的部分 那麼對到年齡層比較高 一些中高年齡層 他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他們好像對不到時代了 那麼這部分我知道 我們就跟教育也很合適 是不是 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我們今天說 這個少子化 勞動人口一直欠缺 但是我們的壽命越來越長 所以我們的活動能力也拉長了 所以以前我們說60歲就沒有退休 60歲就退休 今天不是 現在就鼓勵退休者在金子職場 所以我們有特別設立的 知情服務的創作 來為這些中高齡 希望他在二度進入職場的人 來幫他做知情服務 當然我們每一年都會 最基本上辦骨頭 這樣的就業促進講座 鼓勵我們這個中高齡的能夠回來 我們跟他講解 說你現在的時空背景變得怎麼樣 你中高齡要進入職場的部分 那你要如何做調適 還有你適合去做哪裡的部分 那來我們還有辦理相關的職業訓練 因為我當中高齡 你的退休之後 可能你跟我們職場上有離開一點點時間 可能你會 職場上的變化你不知道 那我也辦理職業訓練 辦理很多的職業訓練 來提升他的職能 我現在的時空背景需要的職能的部分 尤其還有一點 我們大家都一直說 這樣的年齡層 服務的年齡層拉高拉長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設置 我們的雲法人才服務基點 因為這些人才 因為現在管缺人力的部分 這些人才要鼓勵他再回來 鼓勵再回來 當然這些雲法組人才 要投入這個職場 以某一個特色跟特性 所以我們已經在點選好了 會先發 非常出來 這樣的一個轉運站的旁邊而已 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這個基點設置之後 我們會特別要服務 服務界雲法組 如果要進入職場 也執行服務 另外我們可能有些職能要提升的 我們會提升他的職能 希望我們這個雲法 雲法組這一群的 這樣的勞動 可以提供勞動力的好夥伴 趕快能夠在進入職場 因為進入職場之後 我們一樣很多的配套 包括植物再設計 因為雲法組 可能會比較動到體力的 我們要改變很多 工作品來收雞 我們國中平台要改變更高 要改變更高 這個我們都需要一套的 完整的設計服務的部分 人家說給魚吃不如 叫牠釣魚的方法 你做美人每天都在幫牠找頭路 讓牠自己有能力去應變 職場的需求的時候 這才是我們勞工業 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像剛才我們說 比如說年長者 有時候那些年代 大家都在勞工業做勞工業 但是現在是在改變了 我們在用3C的產品 用電腦 或許他們那個年代沒有學過 現在我們就要換頭回去學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部份 我們也有幫他們 到三天協助給他們 可以來跟這個黨中 可以順順利利來操作電腦 那麼在勞工的職能教育 或是說我們進入職場的競爭力 我在想我們局長應該還有很多 要跟我們分享的心思 也跟我們聊一聊 剛才在說的話 我們要再進入職場 有的人是說職場上有些職能 我們要再充電的部分 包括剛才我們指示人所講的 如果我們進入職場 沒辦法點鬧 可能真的是沒辦法做勞工 所以我們每一年辦了很多班的 這樣職業訓練 所以我比他們說一百零九年 我們都就培育了一千九八四十三人 包括各行各類別的職業都培育 包括我們3C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電腦操作 還有怎樣的CPX的相關電腦操作的部分 所以這個班培育下來大家都蠻好的 尤其我們這樣培育下來 我們要輔導他就位的部分 所以我們每一個班 都有對應到輔導就位的信用 共和一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 我們知道你有這樣的興趣 在進入職場 你會覺得在職場上 我對一步比較缺寬 你可以去關聯所有的班去選你 覺得要補充的那個班 那進來補充職能 提升你的職能 能夠到職場上再進入職場 探演職場達人 這樣我們台上學人力才能夠活化 能夠創造這樣的一個就位機會的部分 所以我剛才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每一個班 每一個培訓班都有 對應到我們就位的部分 所以信用合一的部分 我們這樣平均起來 每一年裡面 大概這樣的信念完的 進入職場的就業率 大概能夠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所以信用合一的成績也是蠻亮眼的 給大家做分量 給大家做鼓勵 對 是 那麼如果聽了我們局長這樣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來分享 怎麼來幫這些青少年 比較說我們一些年會 比較多的中壯年 或是中老年人來找到工作 包括說還敢做職能的訓練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們市政府、勞工業 當然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做很多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門檻 就是有的人不知道要怎麼找人 如果找不到的有的 後面這都不用說了 那我是不是 局長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些最主要的人 要怎麼交流工 叫來這裡找到頭路 所以就跟大家說 說我們要找頭路 不知道要哪裡找 要在哪裡找到我們適合的工作 企業要找人材 人材在哪裡 因為你們缺工 缺得很厲害 我在找不到 我們的企業 局長你要幫我找人 我生產中 缺20個缺30個 所以我們就位管道是蠻多元的 第一個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有就位服務台的設置 包括每一個七公所 我們每一個祭典都有設置 就位服務台 所以我們跟我們雲家園分屬 一直合作 所以可以說 現在在牧場 來嫁我們台湾七 30個七都有就位服務台 所以很方便 能夠執行到 相關就業的機會跟管道 還有你相關的 疑惑10人 他都會幫你做申請 幫你做服務 他覺得我現在 65歲了 我要找什麼頭路 他都會幫你引導 你15歲 不然你看看 你的體力 你的狀況 還有你現在本身 現在具備多少職能 你適合去什麼所在服務 你如果覺得說 你要做這個工作 你要再提出職能 你也可以再給你介紹 你要去參加 什麼訓練班 提升你的職能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比我們這樣的一個7iPhone裡面的執行系統 那都免費了 你直接可以查到相關的職錢的部分 那當然 我們勞工集也成立救護中心 也成立一個網站 尤其我們的工作好找APP 我們這也目前發揮很大的功能 尤其這幾兩年來疫情 我們很多救援服務 救援媒合都透過 我們工作好找APP 你不用來現場做面試 直接你把你的例表投進來 那我們7月把你需要的人才的條件 丟出來 就可以在這樣裡面 跟你做媒合 你又可以做線上的 面試媒合的部分 那25個是實體的 因為我在線上 要做救援媒合 覺得我不會適應 我就要面對面跟他談 包括我最愛的 工作是什麼性質 要向上了解 他相關的勞同條件 所以剛才我每年有4個 大型的救援博會 包括應景的 我們3月26號 會在我們散化 我們的文康娛樂中心 目前有70個廠商 提供7000以上的工作機會 尤其薪水裡面 因為早上我們剛開記者會 薪水達到4萬以上的 大約60%以上 所以各位3月26 大家要稍微來先發 找頭路 當然我們的企業 也希望那天會找到好人才 除了4場大型的救援博會 我們都會辦了兩場中型的 尤其我們今年 我們的第一場中型的 我們4月23號 可以在湖頭皮辦 可能你們的真好機 要來辦秋月板 要辦一個風景哭去 這是我們黃偉市長的創意 今年好年 要來好頭皮 找好頭路 就是你說好年 來好頭皮 找到好頭路好 就是很猛的 很好的 福氣帶來你的好福氣的部分 這是黃偉市長在要告訴大家 局長你今年要去好頭皮 今年好年好頭皮 辦一張救援博會 創造我們台南 救援博會是多元的 接下來我們為了客製化 為每一個小型的工廠 或是大型的工廠 單一辦理正常活動 包括我們長 我們整個新舊中心的同仁 我們跟維林主任 也派到特別去拜託南茂 我們南科的南茂 因為我們會去找他 第一個為他單一來辦理 單一的廠商就幫他去經營 他又告訴我們一個高雄 我剛才有跟大家做朋友 我們都有一個工部門的 史極公主的機會 給你南茂 一樣會提供 私部門的 這樣的史極公主的機會 所以我們前期拜託會 替他探託說 你希望什麼職缺 希望什麼條件 你提供的那種條件 因為你 私部門的 這樣的一個史極公主 你會弄條件 要平衡比我們 公部門的比較好 到誘因 所以昨天也跟他談得滿榮洽的 他很懷疑的 這樣提供 私部門的 這樣的一個史極公主的機會 這也是市長就任後 第一次嘗試 去鼓勵 去拜託 私人的企業 提供這樣的一個 史極公主的機會 所以我們都有很多新的創意 要讓一些六甘朋友 可以順便找頭路 那麼我要請教我們局長 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要職業 要去找頭路 就是說現在已經在 現主席在做工作的 這些六甘朋友 他們的一個工作的 一個態度是不是 請局長跟我們來 勉勵一下 事實上 我會覺得說 我們台南的勞工夥伴 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會 這樣的一個 事業率是 六度裡面最低的 這就是我們平行 有時候我跟大家互動 你對我勞工有信心 我幫你 付出的方向 你都會教我們 然後公主講的是對的 我以前想的是不對的 所以工作態勢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台南的勞工 我們是非常的棒 能夠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調整你的想法 還有跟企業這樣合作的部分 來另外一部分 市長當然也去把企業 鼓勵 拜託 你要提供好的勞動條件 我們的勞工夥伴 只能夠穩定就位的部分 所以 市長特別跟企業分享說 你怎麼用好的勞動條件 唱到好人才 另外一部分 用好的勞工福利 把人才留置 人家的 施工 人家唱不來了 你唱來 你沒有好的福利給它留下來 真的你好可惜 所以市長用這樣鼓勵企業 一定要用好的條件 搶到好人才 用好的活動福利 把好人才留下來 所以我們這幾年也下來 也非常的亮麗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我也成立勞工領袖大學的 在子培訓 大家也能夠集合作回來 成功大學作為特色 培養我們的職能的部分 是 今天感謝我們劉鑑教王新基局長 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分享 很難得的 我們連續三年 其實108年109年到110年 三年都是全國六都的 失業率最多 那麼人家 再跟局長拍拍手鼓勵一下 好 謝謝 叫個團隊 大家很認真 很討厭 我們要給他勉勵一下 你們如果看到 我們局長要給他讚 按個讚 那麼今天感謝我們局長 感謝我們鄉親朋友 你的收看 我台南鄉親今天 我喜歡我 我們下次見囉